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公民齐齐说》 今天我们立了张超雄的节目来说 大家知道公民就不只有张超雄一个 我们都是公民来的 我自我介绍先 我是领大的同学 我叫阿通 中间有小猫 不如小猫你自我介绍先 大家好,我叫小猫 我主要的工作是做这个艺术 跟一些不同能力 不同学习特色的朋友一起分享和创作 很多时候可能会去学校 或者一些机构 搞一些戏剧的工作坊 或者综合艺术的工作坊 好了,讲了这么久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我们今天想讲什么题目呢 今天我们要讲 我好像还没介绍 我还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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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嘉宾 嘉宾 嘉宾 张超雄 嘉掌 嘉掌 我们今天会讲展览艺术 在香港或者世界上的发展是如何 事源我们领大的学生 今天参加了一些学习的计划 我们就要负责去採访一下 究竟芬蘭来到的一个 展览艺术的舞团 在香港表演的情况 我们看一看一看 就会发现 究竟这部电影叫活着舞霸 究竟香港的展览艺术 或者香港的残疾人士 可不可以活着而舞霸 不如张超雄和小妈都讲一下 张超雄来有小朋友是严重弱子 那情况可不可以舞霸呢 香港活着可以的 舞霸就 舞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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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难 因为参加人士在香港 其实本身的生活也很困难 成年之后很难找工作 本身就算读到书 他毕业后在家里都是坐 他的生活如何安排 其实现在香港没有一个保险制度 大部分生活的安排 都要靠家人 如果家人帮不了 其实就很惨 就是真的拿中援 当然有一个叫伤残津贴 但是金效很低 就是你基本生活是有困难的时候 那你怎样会去舞霸呢 就是那个 就是投入去艺术 那样东西已经 不是他们一个 就是有这样的心情 有这样的情怀的一个状态 所以是比较困难 是的 就是我以前都做过一些软舍的工作 就是进去里面交一些东西 就是有些时间就是 工作训练培训 地租一个子车 你可以拼単一组 Ninaga 都可以拼単一组 古和靠一个天鹅 ソma chociaż 我以为 他们可以有些艺术的放弃 idgeots 弦単不同的 蓝 sanit uneven ichte但是 讀致一下 所謂的服務 他們不是一個藝術家 你不是當他是一個有藝術的人 你讓他發展 而他是一個弱能的人士 你現在給他機會 訓練他手機 作為一種治療 所以他重複不斷 而且是一種工作模式 培訓他將來成年人 雖然在外面找到工作 但現在他在這個工場 都是做著一些類似工作的事情 這個真是 很重要的 每天有20元津貼 回去坐 回去坐就有20元 吃飯前又做這些 吃飯後又做這些 好過入紙巾 好入紙巾 沒錯 怎樣才是藝術 紫蘭藝術可以怎樣在香港發展 小貓我知道你也教了很多 不同能力的人士 不如你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我會覺得 究竟展覽藝術 我們怎樣拿到他那種殘疾人士 那種獨有的能力 獨有一些令人驚嘆的方面出來呢 我想很重要的是 我自己一直學習 我一直跟很多人分享的時候 我會發現 你首先一定要 不過我覺得 所有做教育 或者做人的工作都要 你要建立一個關係 你真是要真心想認識他 你想知道他 你是怎樣的呢 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這是我自己做的事情 譬如我舉個例 我做一些即興劇場的東西 叫做一人一故事 我們今年開了一班 給一些敬聯的朋友上課 坐輪椅 他的身體活動能力 都是範圍很小的 我其實也有教過敬聯的朋友 做戲劇 或者即興戲劇 但是這次有一些新的靈感 就是因為我之前看過 有一對坐輪椅的朋友表演 也是做同樣的形式 我發現很奇怪 坐輪椅的朋友 和一個渣叉的朋友 全場都沒有怎樣動過 我說動的意思 譬如他不會離開 譬如坐輪椅的朋友 不會再推自己前兩步 可能他在這個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那些渣叉的朋友 直接放下渣叉 坐在椅子上就沒有動過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 我完了之後 我就問這個渣叉的朋友 我說 你其實是否很辛苦 即是很累呢 他說都可以 我說 但是如果你演戲的時候 不能動 那你的 就是那個悲哀的程度 就比你平時還低 但是你演戲其實不是想這樣 那他就說 是啊 我說你懶了 是不是 因為那個格式上 可能演員在聽戲的時候 坐下來會舒服些 但是在演戲的時候 你應該要起床 那我就說 你是不是懶了 你懶得起床 又要駕叉 又要很慢 他說 我被你看穿了 我說 我也有教的 我想因為這樣 我就很知道 其實如果我去跟這些朋友做事 因為很多導師 或者很多社工 都對這些朋友的要求 是相對低了的 而那個低了是不合情理的 低了是 你辛苦的就不要 我怕傷害到你 所以我走進去 教我自己的那班 我第一天就說 我說 我不管你們有幾萬 我不管你由這裡 到這裡 要滾五分鐘 還是十分鐘 我說自己滾可以的 自己滾 我說我不幫 我亦都不會催你 你就慢慢來 那已經渴停了所有的職員 我說 不准過來推 因為職員很喜歡 你一怕很慢 一行就很推 我們就力納了這個合約 很有趣的 其實很喜歡的 有一個朋友好笑的 他很難控制自己會停的 不停動動動動動 他都喜歡自己滾自己 但是職員最初就很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滾 他很直的 他用腳磅洗 他的手是抽得很厲害的 他一滾 他整個車子 就這樣 啪啪啪啪 隨時反車 你不懂 很害怕 糟了 會不會有事 但是 所以 最初有些姑娘都會撲過去 我全部攔住 我就說 底線是什麼 總之我在他附近 我會看著 大家有這麼多隻眼睛看著 他真的要跌了 就去接著 再不然就跌下 我覺得都可以 跌倒是可以的 但是 他是很開心的 他覺得自己能夠去做 這件事很開心 所以我們會有些事很慢 但是他們是 你見到他 是因為他 感覺到你欣賞他 或者他知道 這個不是我有問題 或者敬戀的朋友 可能講話 有時候很難 我們做過一個戲劇 要講分享 你分享故事 其他人做出來 如果他講話 我們聽不明白 他就很容易 不說 或者發脾氣 那我採用的方法 就是我經常都說 你給我機會 學多一個新的語言 就是我聽不明白 就不是你講不到 就是很重要 所以他們就很喜歡講的 所以我們又可能花 15分鐘 20分鐘才講完一個故事 但是我們就繼續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你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就是殘政人士的相處 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讓他去試 就是我們在社會上 有很多東西就框死了 你搭地鐵 你搭輪椅這個位置 巴士你一定坐在這裡 這個位置 而另外就是 其實時間 原來時間很重要 就是你需要那個溝通 你需要排一些東西 殘政人士可能要 30分鐘才去到那裡 可能5分鐘去到 他說那段說話 我們30秒講完 接著他們要講很久 時間這件事很重要 不過我覺得 那個精神很重要 小貓那個不是一種 你弱一點 我們就很好明白 他是一個追求卓語 就是這個 Excellence Pursuit of Excellence 這件事 其實是藝術的一種發展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棒 好 對於殘政人士的藝術發展 的平等參與權利 我們由下一節回來再談 再看一次 多久 但是 我沒有想到 應該呢 可以